我們回到他的主選單之後 我們現在用老師的身份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這裡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教師,一個是學生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看我以前參加過的教室 你就可以按我是學生 對,那如果我們是老師就從這裡 但是因為其實老師 我們在學校裡面中小學 是不是大家都Google Classroom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像我剛剛那麼麻煩 還要請老師掃描QR Code加入 不用,不用 你看他有支援Google Classroom 有沒有 所以你直接在這邊登錄授權歐寒跟教室 可以讀取老師的Google Classroom的資料 我們在這裡就會看到 您的Google Classroom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你的老師的教室就進來了 為什麼要從這裡 老師你想看看喔 如果你開一個新的教室 都沒有學生 你要做什麼分組,要做什麼抽能 直接拿你現在教室來試看看就好啦 對不對? 那如果同學要進來怎麼辦? 他也是用學校的帳號按我是學生 就從這裡登錄 按下去 他就可以看到 我有哪些Google Classroom 就直接點進來 所以未來的話呢 老師您的那個學生的管理 通通都在Google Classroom那邊管 跟歐寒的就是沒關係 你每次進來 按這個的時候 他就會重新再把你的名單再讀進來一次 所以他不負責管理你的學生 這樣老師有清楚囉 好,來你看 你點進去之後 有沒有發現你的左手邊 增加了好多功能 因為你現在是老師了 所以所有功能都通通交給你了 有沒有,我們左手邊這裡 所以班級經營、課線工具、數位學習 通通都在裡面 你往下捲動 往下捲動 我們先看一下基本設定 最下方 好,有一個叫基本設定 對,你看我把它打開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要讓學生到底是怪獸還是大頭 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那第二個 要不要允許學生換頭 預設是沒有 你如果要換頭 你會發現 很多同學的頭就會自動變了 哈哈 但我會去挑自己喜歡的怪獸 我有開放喔 所以老師你要換 你可以換看看喔 所以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好,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剛剛在加減分的時候 會有播放聲音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他播放聲音 你可以把這個聲音關掉 然後呢 就是加分組的部分 你是要加到學生還是加到小組 也都是在這裡設定 這樣就很方便 這樣了解了 好,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基本設定 第二個 你看我們在給同學 分評分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我的比較多 你們的只有加分跟 加一分跟扣一分對不對 好,請你看我們左手邊 一樣在最下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評分項目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按進去 那你如果要一個一個慢慢加 你就按左手邊這個 但是呢 我建議老師 你可以用編輯項目的 這樣就是一次整個一起加 就是一行一個 好 中間用這個半型的 紅白 那個痘點五號 前面就是評分項目 後面就是加減分 就是一行一個 那你可以把這個記錄下來 比如說我做好了 我就可以複製 那其他班級 我就直接貼上就好 就不用每次都打 因為一個一個打 這要打很久 比較辛苦啊 就是整個 這樣子整理好 是,老師請說 就是我把我學人家進來 那個號碼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來 那個號碼 來,老師有注意到 那個號碼的問題 在這邊 也就是說你同學進來之後 他上面不是有1234嗎 是 不過這個不是他們的座號喔 這個只是進來one note之後 他的順序 那我早上有看 一些學校的做法是 他們在這個名稱上面是 班級加座號加學生姓名 所以他進來會是顛倒 所謂的顛倒是島區 就是說比較新的 比如說25號他在11 然後24號 23號 然後這有沒有發現 你們是跳來跳去 蛤?你們是跳來跳去喔? 對 那可能就是他當初資料 會進來的時候那個順序 所以目前他是沒有調整順序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就不要看這個上面的1234 但是分組的話 分組沒差 因為有名字 對對對 從名字 他會判斷男女 判斷男女 要看你的Google帳號裡面 他有沒有設定男生名稱 對對對 對對對 有沒有 老師的那個名單 應該沒有剛好照你們那個編號 所以那個會有點不一樣 對 像剛剛我早上看到就島區 就是變成比較後面的舞台在前面 跟他會進去的那個方 就是那個順序是有關係的 這個我可能可以跟他們建議一下 他剛剛是不是做個調整這樣子 這樣老師有學真的 你要做分組 要做隨機抽人 有沒有可以比較完完看的 就是完真的 老師不要忘記囉 這些資料我們都可以刪掉喔 比如說你的評分紀錄啊 我們的初期紀錄啊 那些你都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你可以盡情的玩玩看 我們這裡補充一下 你如果是自己開的教室 像我這個是自己開的教室 我就會有這個功能 有沒有QR Code 可是你們是從Google Classroom進來的 就沒有 你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們左下角 教室設定 有沒有發現 你沒有這個沒有這個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少兩個 沒有 為什麼少兩個 因為這個教室是我自己建的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管學生 這樣了解嗎 是 但是你從Google Classroom進來的 不用這麼麻煩 管學生在那邊管 同學也不會有QR Code 因為你看 你看我登錄一下 好 我有一個對不對 點進去 這樣就跟各位一樣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就只有四個 對齁 那你說同學怎麼進來 他就是 老師給 你們只要給他 OHA雲丹教室的這個網址 給他這個網址 然後呢 他進來的時候 來你看我先登出 我先登出 在這裡 我們 OHA雲丹教室一進來 不是這樣嗎 嗯 你就給他這個網址 那請他用學校的Google 帳號 登錄 這樣了解 嗯 登錄了之後 因為 我們用Google Classroom 所以 你就 他進來 你就跟他講 我是學生 請你在這裡 授權 登錄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嗎 就不需要有那個QR Code 對對對對對 只有我自己發起的教室這種 才需要QR Code 跟管理學生 其他的就是 代管 你原本的管理單位去管就好了 OHA這邊就負責把它讀進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稍微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好 這樣老師OK嗎 好 那麼 在OHA雲丹教室呢 其實有 一個 絞交作業的功能 但是 功能我覺得不是很多 它就兩種 一種就是 如果老師現在 聲聲有平板 你可以向他們拍照 絞交 圖片的作業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 看影片寫筆記 哈哈 哈哈 也就是說 你給他一段影片 然後請他們去做筆記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目前 他的 繳交作業這邊 那 老師要留意一下 訪客帳號 是沒有辦法繳交作業的 那再來就是 訪客帳號 就是一次性的使用 他只要把它關閉了 很抱歉 就 再進來就不一樣的帳號 OK 好 那這樣老師對於我們這個部分 有沒有比較了解 好 當完學生 當完老師之後 我們現在 待會呢 就是要用 one note 來把它做一個結合 讓老師的教材 可以更豐富 OK